娱乐圈女星长相,刘亦菲,杨幂,赵丽颖,迪丽热巴都有这些缺陷。 自古美人谁不爱,娱乐圈相貌出众的女明星多得数不胜数,但是你们知道她们美的特色在于何处。下面我们就为大家谈点下女明星长相的优缺点。 1.刘诗诗优点,面部线条流畅,面相精致,五官很自然,看住舒服接地气,最有美感的部分在于她的天鹅景。 1.舞蹈出身,身材比例好,姨态非常的出众,端庄,为人也比较低调,而且很聪明的会调节面部表情,非常显细致。 2.刘诗诗的五官虽然没早点,但也没特点,不会很吸引人有时也录人。 演戏时眼睛空洞无神,比较木讷,没有很多感情在里面,必须靠眼妆来提神。 2.杨敏的优点在于她的那双很有灵气眼睛,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,她眉眼生得很美,眼睛是桃花眼,在娱乐圈中都算少有,能一眼抓住人心。 3.皮肤很白净身材一级棒,风胸细腰长腿,在八五花里都算少见。 3.杨敏虽然眼睛很美但是五官却并不是很精致,下半张脸是重灾区,首先脸型,早期脸型简直是噩梦,后来把牙微调是对的,看起来明显舒坦了很多。 4.嘴唇薄且扁,一态不佳,有明显的驼背。 3.刘亦菲的优点,面部线条流畅,正面三亭五眼侧面四高三低比例上加,五官即美丽款,注意是美丽不是美艳,更重要的是天仙脸型是鹅蛋脸,容貌更为大气皮肤状态极佳,白净细腻,素颜依然出彩,气质极好,自带仙气。 4.刘亦菲从长相上来说真跳不出什么大毛病来,无非就是她十年如一日的演技成为了她的槽点。 4.赵丽颖的优点娱乐圈小家碧玉圆脸的代表,五官玲珑精巧且面部比例很好,标准娃娃小脸,圆脸似乎天生就给人一种无公害让人无法考验的一种好感。 5.而且她的眼睛也是圆圆的跟她的脸型很是般配,显得更加可爱。 5.赵丽颖的缺点是额头窄,脸萝莉,身材也萝莉,瘦瘦小小跟没发育完的小孩一样,礼服时感觉撑不起来,张相其实是标准傻白甜长相。 这种长相其实很限制细路。还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情商低。 内容未完结,请点击第二页继续浏览。 5.迪丽热巴的优点面部线条流畅,外加少数民族血统,眼睛大而有灵气,五官十分立体有辨识度,论脸绝对是美艳款的长相。 5.身材比例很不错,很显高,不胖也不甘瘦,穿什么都好看。 5.她的缺点在于容貌太欧化,眉艳却不耐看。 5.眼睛鼻子都很大,眉毛浓,鼻梁高,脸型还长,显得男向少数民族血统明显,抑郁风太重,而且易老。 5.她演时装可以是燕京四座的大美人,演古装分分钟出戏。 6.佟丽娅的优点纯天然美女,面部线条流畅,三屏无颜与侧面四高三低的比例均上加,五官属于极美艳款,笑起来一对黎窝浮现更显风情。 学舞蹈出身,身体柔韧性很好,体态轻盈。 6.虽有少数民族血统,但抑郁风情不太重,眼古装不为何。 7.佟丽娅皮肤黑,且略粗糙,素颜时黑眼圈很重。 7.俗话说一白遮白丑,同里一黑白丑线,闲吐气。 7.她并不矮,可实在太前瘦,身板小,窄尖,外家本身言行举止放不开,一态很拘束,不自信,显得很没气场,单看脸是倾国倾城的大美人,一放大全身画风秒便压患。 7.盘点到此结束,俗话说人没有实权实美,是个人就会有缺点,网友们觉得呢? 3.盈点到此结束,俗话说人没有实様的英語 1.监 Robbie